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早期翘 远古时期 上天派了三位神灵管理世界 管理南海的大地叫书 管理北海的大地叫乎 中央也有一位独特的神力无比的神叫混沌 书和乎经常到混沌管辖的地方相会 混沌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 他们长期相处得很和睦 唯有一点使书和乎感到缺憾 书对乎说 你看 别人都有蹊跷 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 听到悦耳的声音 吃到精美的食品 呼吸新鲜的空气 而混沌却没有 他对我们不博 我们想办法给他开凿出来吧 于是 他们抓住了混沌一睡就是七天七夜 即使风吹雨打也不畏所动的生活习性 趁机给他开了蹊跷 书和乎很高兴 他们想 等混沌醒来以后一定会感激他们的 但没有想到 这位巨神却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欲言告诫我们 如果不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 而去强行改变它 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会适得其反 然后喝得了 我们喝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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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得了 我喝了 我喝得了 分飞